41岁的老卡特终于签约了 早些事后ESPN的消息 卡特将与亚特兰大老鹰 签下一份一年240万的底薪合同 继续征战NBA 下赛季将是卡特在联盟的第21个赛季 老鹰也将成为卡特生涯效力的第8支队伍 说来,前几天从为1998届新秀的诺维斯基 也和独行侠完成了签约 只不过,卡特的年龄还是比诺维斯基大了不少 他依然是联盟中年纪最大的球员 而且职业生涯至今 卡特也没有像诺维斯基一样取得过勇冠军 因此不少人认为 卡特应该和大卫维斯特、理查德杰弗森等人一样 在职业生涯默契去加盟一支强队争赌总冠军 然而说学话 这几年的卡特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如此 来过去的五年时间来说 他所效力过的独行响 灰熊和国王都实在谈不上具备贞贯实力 尤其是去年夏天 成为自由球员的卡特 选择了加盟联盟奠地的萨克拉曼托国王 今年的他再次做出类似的举动 像赛季的老鹰 想要进入气候赛都有点困难 卡特不想夺冠吗? 或者按照一些球迷的话说 卡特是真的没有好胜性吗? 显然不是的 曾经的卡特也争取过 不管是在多伦多还是新泽西 卡特都曾经作为球队当家赛季后赛的舞台 和多只总决赛级别球队战斗过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 卡特所在的球队并没有取得过更高的成绩 直到2009年夏天 卡特离开了新泽西 并且获胜了颜沛流离的日子 这时候的卡特已经32岁 即使到了这时候 卡特依然想要作为球队主力 去争取一枚属于自己的戒指 这些从他后来加盟的球队也能看出来 2009年他去了魔术 可惜这时候的魔术刚刚从总决赛杀鱼而归 并且再也没有回到过巅峰 2010到11赛季他去了太阳 但是这时候的太阳 已经连季后赛都进不去了 2011年夏天自由球员卡特加盟了小牛 刚刚独怪的小牛却拆散了阵容 从此走上衰弱之路 到了2014年卡特加盟灰熊之时 他已经是37岁 灰熊也开始因为节奏编满逐渐被时代所遗弃 不再是那只黑巴奇迹的灰熊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卡特一直在跟随一些曾经达到过巅峰的球队脚步 可惜每一次卡特到了之后球队都已经不在巅峰 也许是运气不佳 也许是体系不合 至少卡特真的争取过想要的昏黄 只是到了现在的这个年纪之后 卡特的想法也有所不同了 2014年加盟灰熊前 卡特厂军还能够拿下11.9分3.5篮板2.6助攻 他是独行小板邓席上最重要的一员 还在季后再上演过牙上绝杀满刺的好戏 那时候的卡特依然燃烧着自己 直到2017年他加盟国王前 卡特厂军只有8.0分3.1篮板 这还是他在灰熊三年最好的数据 你可以看出来 卡特在三年里其实下滑了很多 尽管依然能够在比赛中送出爆扣 但是40岁和37岁的差距 显然是巨大的 因此对于卡特而言 他的追求也不一样的起来 同样是去年夏天 曾经有消息称勇士在追求卡特 并且可以提供一份底薪的卡特加盟 库里甚至还点在了那条消息 但是卡特最终却选择了国王 一来因为国王可以提供更大的合同 并且有着前教练乔格尔在 二来卡特当时也想继续证明自己 至少在国王 他还有希望去争取首发的位置 从结果来看 虽然最终卡特只打了四场首发 但是场均能够得到17.7分钟出场时间 显然是在勇士办不到的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如今的卡特可能更多只是在享受篮球本身带来的乐趣 就好比过去的两年 卡特总是会拍摄一些续练中的扣篮视频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球迷们也因此调侃 卡特依然可能去参加扣篮大赛 卡特也表示过自己并非不想赢球 他去年曾经说过 我还想赢球 但是我不想坐在场边 他们都觉得我年纪大了 打不动了 但是我还能够继续为球队做贡献 总而言之 不是每个老将都一定要拿着冠军员吗 因为老将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 下赛季三老鹰 卡特将更多充当导师的角色 尤其是对于特雷扬来说 有意思的是 按照年龄 卡特在1998年刚进入联盟的时候 特雷扬甚至还没有出生 21年 时间过到 就是如此之快